古代妙号是神宗的还真有,如颂神宗,明神宗等等,为什么要上神的妙号呢?是不是都得到飞升做神仙了?还是那位神仙转世呢?还是一生兜剧传奇?下面就来聊一聊明神宗朱义军的故事。 明神宗朱义军,大明朝第十三位皇帝,明牧宗朱载后第三子,母亲李太后,是大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,在位四十八年,估计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,才有他的福报。 神宗皇帝出生于,嘉靖四十一年八月十七日的豫王府,父亲没有被封为太子,是以豫王的身份,登基的明牧宗朱载后,牧宗有四子,长子朱义义,次子朱义前,聚早王,次子朱义留与朱义军,同为李氏所生,朱义军的诞生,给豫王府带来欢乐,王府张登结彩,来道贺的人络绎不绝,热闹非凡,而其母亲身份卑微,乃尼瓦将之女。 生下朱义军后,母贫子贵,封为豫王妃,按理说,神宗的出生,给大明朝带去了生机,也给嘉靖帝一招,带去了希望,至少子嗣不多的嘉靖帝,有豫王这一脉传承下去了,孙子也出生了。 然而神宗皇帝的出生,并没有引起祖父嘉靖皇帝的好感,此时的大明朝内忧外患,嘉靖帝不顾朝政一心玄修。 对于神宗的出生,嘉靖帝没有好感,估计还是二龙不相见的结语,在嘉靖帝的心里盘旋,对于这第三代的龙,嘉靖帝还是不相见的好,所以表面上还是得装成不在乎。 都说格带疼,不相信嘉靖帝不为得到孙子而高兴,因为嘉靖帝的不关心,所以神宗的出生,都没敢告诉嘉靖帝,也没有取名字,所以直到自己五岁的时候,才有了朱义军这个名字,牧宗皇帝取君字,是说圣王治愈天下,犹如至妻之转君也,含义非常重大,可见牧宗对神宗的期望有多高。 嘉靖帝去世龙庆帝继位,龙庆二年三月十一日,朱义军被立为皇太子,正位东宫,万历的生母李太后出身卑微,奴依子贵才晋升为贵妃,皇太子就是未来的皇帝,将来要治国治民,必须从小接受教育,了解以往帝王,成业治国的经验教训,熟悉朝章典故,掌握驾驭臣民的本领,神宗虽然年幼,却很懂得这个道理, 牧宗任命一批大臣为教官,辅导他读书,再加上母亲的严厉管教,朱义军学习非常用功,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 龙庆六年五月,在为六年的民牧宗并重去世,让内阁大学士高拱、张居正、高一等辅政。 六月初时,年仅十岁皇太子朱义军正式即位,次年改元万历,内阁由高拱、张居正为首府,私立间逢宝为坚守,开始了万历朝的改革之路。 即位之后的万历皇帝,在读书方面,也是从一开始,就坚持按照祖宗旧旨,举日讲,玉京言,读经传,史书,在明朝的众皇帝中,除太祖之外,像神宗那样,确实是不多见的。 万历朝举人沈德福继续,神宗即位后,就按照内阁首府张居正的建议,每天于太阳出出时,就驾信文华殿,听如臣讲读经书,然后绍兮片刻,复回讲习,再读史书,至午饭完毕时,时返回宫内,只有每月逢三、六、九长朝之日,才暂免讲读,除此之外,即使是隆东圣鼠亦从不见断。 在万历皇帝的成长的阶段,高拱和张居正的首府之争,以张居正的胜利而结束,此时张居正意气风发,和司礼兼兵比太监冯宝达成一致,决定合作分权,开始万历朝的改革。 上台后的张居正,看到国库空虚,荣沁朝的改革并不彻底,而这时的万历皇帝又很年轻,没有到亲政的年龄,所以延续荣沁朝的改革是在必行。 按照行动上,全力支持张居正,合力进行改革,推行新政,政治改革的主要措施,是万历元年推行的张奏考成法。 它是针对官僚作风,和文读主义而提出的,意在尊主权,克力旨,信赏法,一号令,提高朝廷机构办事效率。 按照考成法的要求,势必专任,立宪完成,层层监督,各负其责,这个和今天的责任制很相似,所以他们的改革还是很前卫的。 经济领域的改革,一是倾障全国田母,二是推广一条边法,这是万历初年,整个社会改革的中心环节,也最有意义与成绩。 倾障田母,又称倾障田粮,目的是为了纠正田质混乱,特别是皇亲贵族圈占土地,霸占农田,偷缴赋税,造成国家财政收入瑞减等等。 有极大的关系,这是继红武朝之后,进行的又一次全国性的土地大倾障。 万历九年,一条边法已在全国各地进行之,这标志着整个张居正改革,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。 万历朝的前十年,在小皇帝的支持下,张居正在政治上、经济上,进行大道阔斧的改革,政府面貌焕然一新,经济状况也大为改善。 万历十年六月,一代名臣张居正病逝,神宗从此开始清政,这次改革,始于万历元年,至万历十年基本结束。 它是民中业以来,地主阶级革新自救运动的继续和发展,也是民后期政治、经济关系,新变动的深刻反映。 其范围,覆盖政治、经济诸方面,具体步骤是,前五年以政治改革为重点,后五年以经济改革为主要任务, 十年改革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,扭转了政德,家境两朝以来形成的颓势,使得国库充盈,国力充沛。 清政后的万历皇帝,历经图治,生活节俭,有勤勉明君之风范,又有自己的老师张居正改革的成效, 开创了万历中兴局面,此时的大明朝国家富裕,人民安居乐业,国库充盈,心心向荣一片看好。 在万历清政后,进行了著名的万历三大争,即先后在明朝西北、西南边疆和朝鲜,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, 万历二十年宁夏之役,万历二十至二十一年的朝鲜之役,万历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的波州之役, 另外还有万历三十四年的明冕战争,这几次战争除了明冕战争失败以外均获胜,由此巩固了汉家疆土,打出了大明的雄风。 早期的万历皇帝历经土制,国家富裕,国库充盈之后,咱们的万历皇帝,似乎觉得已经功成深就, 开始像老爹慕宗一样卸政,专注于玩乐了,万历十四年十一月,万历皇帝朱义军开始沉沉于酒色之中。 后因立太子之事,与内阁争执长达十余年,最后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,不礼朝政,不娇,不妙,不朝,不建,不批,不讲,成了八部皇帝,让人诟病, 至万历四十五年十一月,不,四大官室缺六,七,封县重的空暑几年,六科只剩下四个人,十三道只剩下五人, 可见咱们的万历帝,谢政已经到了极点,超过了明朝的所有皇帝,但是万历皇帝虽然谢政,但不同于其祖父家境帝。 中期后虽然不上朝,但是不上朝之后,并没有宦官之乱,也没有外戚干政,也没有严嵩这样的奸臣,朝内党争也有所控制, 万历对于日军攻打朝鲜,女真入侵和挺极案都有反应,表示虽然忽略一般朝政,还是关心国家大事,并透过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,可见万历皇帝,还是有些许能力的。 明神宗晚年身体虚弱,身体状况每况愈下,因此,朱义军清政期间,几乎很少上朝,他处理正式的主要方法,是通过预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,万历三大政中边疆大事的处理,都是通过预旨的形式,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照对形式。 在三大政结束之后,朱义军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,似乎更不感兴趣了,正因为万历皇帝的这种不作为,使得大明朝走向,穷途末路又著名的党征。 东陵党,宣党,坤党,齐党,这党此起彼伏,弄得朝堂乌烟瘴气,骂声一片,而万历皇帝却视而不见。 这著名的党征,一直持续到崇祯王国,史料称,明末的党征,就好像两群东宏先生打架,打到明朝亡了,便一起拉倒,这样的恶果,未尝不是由朱义军的荒代造成的。 所以明朝的灭亡,万历皇帝有不可推卸的作用,都去党征了,谁还有心思处理国家的事物呀? 万历48年7月,万历皇帝朱义军驾崩,传为皇太子朱承诺,万历皇帝朱义军。 是明代历史中在位最久的皇帝,明代历史中以万历纪元的时间,持续将近48年之久。 史称大明灭亡王于正统,也有说王于万历,正统皇帝明英宗朱祁镇, 指日土木宝之意被秦,损失掉了大明朝五十万的精锐,也败掉了永乐、红锡,宣德三朝的富裕, 但是重获皇位的明英宗,在后期历经图治,从不谢政,通过自己的努力,使大明朝转为伟安,重新走向了富强。 而万历皇帝,后期谢政到了极点,面对党争不闻不问,任其发展壮大,最后到崇祯一朝,已经是千疮百孔,才给了清朝的可乘之机。 大明才会亡国,所以万历皇帝责任非常大,大明亡于万历实至名归。 历史趣闻,欢迎分享订阅史多多。